《向往的生活2》虽然已经收官了, 但在节目中小提琴家吕思青给我们带来的世界级的小提琴还萦绕在耳边, 真的太好听了, 吕思青在正片中献上了两株查达二十五曲, 除此之外, 他还拉了沉思和爱的挚意, 只在会员独享版里播出, 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吕思青作为黄磊的好朋友, 来到蘑菇屋做客也是很客气的, 带来了很贵的火腿, 这火腿一包就要三百到四百元, 还带了两盒水果, 都是价格不费的, 想不到吕思青老师是那么的平易近人, 一来到蘑菇屋就先吃上了, 一点也不嫌弃是他们吃剩的饭菜, 在即将离开时, 吕思青又献上了一首爱的挚意, 这也是黄磊和孙丽结婚二十周年纪念日时, 他演奏的歌曲, 对黄磊老师来说, 非常的有纪念意义, 对于爱的挚意这首歌, 大家都很喜欢, 但是真正感触较深的, 应该只有何炯, 黄磊和妮妮三个人了, 妮妮刚和景不然分手, 这歌对他来说是很伤感的, 黄磊更多的是在享受幸福的回忆, 此时你们有人注意到何炯了吗? 何老师情绪貌似有点低落, 要哭的样子, 黄磊老师很懂何老师的情绪, 一把把他的头抱了过来, 抱在了自己的怀里, 好温暖的一幕, 何炯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 每当遇到感动的事, 或者别人哭, 他也会跟着哭, 黄磊老师和孙丽结婚二十年的纪念日, 何炯肯定也在现场, 听到这首爱的致意, 瞬间就被感动了, 感性的他差点就要哭出来了, 好在黄磊老师很了解他的性格, 给了何老师一个温暖的怀抱和安慰, 看到这一幕, 网友们忽然感觉, 黄磊老师和何炯好合适在一起, 哈哈, 在魔鬼屋正好一个是爸爸, 一个是妈妈, 太好玩了, 你们觉得呢?